在图上an就是那个塔 Angle of elevation of t from a on the horizontal ground is 30 degrees 即是由a我高头望去t的样角是30度 a和n的距离120米 就叫你找回这个塔的高度 part B就说 有个人就声称 Angle of elevation of t from b on the horizontal ground就是45度 bn就是60米 即是如果我想这个位置叫b 和n距离60米 我高头望一只脚就45度 和不同意呢? 解释 那我们逐步做吧 解释这个高度就是h h除120米就是tg30度 所以h就是120乘tg30度 h就是69.28 那你correct to 3 sign 这个塔的高度就是69.3米 解释这个方法 解释这个方法就是b 解释这个方法就是b bn60米相差 这角是否45度 tn就找到69.2百多 你不要拿69.3 你要拿回计数机里面全部的位置 好,那我们计数机里面全部的方法就是bn t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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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等于45度 要写 要做比较 OK 接下来结论 I do not agree 这里通常 回答这些EYA题目 我们叫做有三个C 第一个C Calculation 计算 计算到直角 第二 Comparison 比较 大个小个等不等于 第三个 Conclusion 结论 同不同意 记住这三个C OK